风靡全球的帕梅拉晚餐 让人又爱又恨 朋友们好 我是甜心妈 今天是我们帕梅拉减肥打卡的第六天 这几天过得好惬意 早晨起来都不用做早餐 随便牛奶酸奶泡帕梅拉就搞定了 这是我做视频这么长时间以来 最轻松的六个早晨 帕梅拉适合懒人 这也是她风靡全球的原因之一吧 有几个人早晨起来愿意做饭呢 我今天早晨的体重是103.5斤 勉勉强强掉秤4两 甜心是116.8斤掉秤2两 我闺女马上就115斤了 帕梅拉晚餐 有的人疯狂掉秤 有的人就跟我一样 掉秤一点都不好 还有的朋友在长秤 帕梅拉晚餐是一个叫帕梅拉的小女孩发明的 她是96年的 是一个德国的健身的博主 她的肌肉量 运动量 半些量 是我做55岁的大妈 没法比的 我给大家念念我一位粉丝朋友的留言吧 她是这么说的 阿姨我咋吃帕梅拉吃上瘾了 好好吃了 喷香 好想一天三顿都吃 但是我是小激素 我静身高1米66 体重114斤 只敢放早晨吃 一包帕梅拉放一个香蕉 半盒纯奶 我还放点谷物圈 吃的很饱 吊秤的也挺好 我中午正常吃八分饱 正常吃 还每天吃好多核桃 我小激素还八两八两的掉 真好 关键我没感觉多饿 比吃别的好 朋友们听见了吧 她跟我叫阿姨 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子 我评论区还有一位59岁的姐姐 她吃帕梅拉长蹭了 还有平蹭的 吃了五天的帕梅拉 我掉秤2.5斤 我闺女呢 掉秤4.5斤 我是在还过年涨的秤 田秤呢 是正在减脂期 掉秤速度呢 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按理说 我应该掉的更好一些 通过我和田秤 掉秤的情况 和大家的反馈 我总结出 帕梅拉更适合 代谢高 运动量大 年轻的朋友们 我这年纪大 代谢低的呢 更适合于大餐之后的补救 希望吃帕梅拉的朋友 多多留言 我好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 再好的帕梅拉 也不适合所有人 还是那句话 调称再好 也不要天天吃 听我的建议 没错 加油吧 朋友们 晚上6点钟开直播 有需要专属 三餐食谱的朋友们 晚上来直播间 领取为你 专属 定制 一切呢 都是免费的 还可以在群里 减肥 打卡 视频的后面呢 就是今天三餐的 打卡 来吧 上菜 两袋帕梅拉 两袋豆奶粉 我跟闺女一加一份 帕梅拉 倒出来 今天尝试豆浆粉 开水葱泡 趁热 我先吃一口 好吃 我感觉比牛奶的还好吃 再配上一份水果 完美 我们中午准备的食材呢 有牛肉 黄瓜 鸡蛋 这是一个 蒜黄的 请泡的木耳 姑娘的主食是 青年武器家的 雷神欧包 半只 我的主食是 高蛋白的面包片 吃一包 这个呢 吃半包 牛肉 把这肥料呢 都去掉 减脂漆呢 是不需要吃肥肉的 给我爸吃 给你爸吃 啥子都是给我爸吃 家里怎么得有一个 打扫下脚料的呀 对 就是给我爹吃 其实 最香的部位 全是给我爸的 我爸是一个 油腐字眼 把刀切成薄片 把肉切成薄片 哈哈 我们幸福的 煎子午餐就好了 一加一份炒牛肉 好香啊 鸡蛋炒黄瓜 还有木耳 好吃 开饭了 开饭了吗 晚上 一加一个柿子 鸡肉饼 一加一半 是香的 全麦的饼干 一加一块 巧克力的 明天见朋友们 喔 那我就拿到 一块 又在那里 你 我应该 不正好